B家讲坛 锋芒毕露 大家好 这里是B8销量科普栏目第三期 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在已知各捐销量的情况下 如何计算哪屏销量 不过很多观众可能会好奇 这些各捐销量又是怎么来的 这期B姐姐就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这些数字的来历 我们B8做视频所用的数据 还有采用的每周发周榜的数据 全部都是由日本Orican公司统计 并通过Confidence杂志公开发布的数字 Confidence杂志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可以随意查阅 由于大多数的数据都是来源于周榜 因此我们先讲解一下周榜的概念 周榜就是公式每周叠片销量数字的榜单 每周会有两次周榜发出 先行周榜和完整周榜 先行周榜是复会会员可以直接在网上查到的 目前先行周榜会公布综合榜的前30名BD 前50名DVD 以及动画榜的前20名BD和前30名DVD 然后完整周榜呢 除了先行周榜已有的部分 还会额外公布到BD与DVD的综合榜的前100名 不过这个完整周榜需要到图书馆去查阅实体书籍才行 这方面就要靠住在日本的朋友加油啦 一般来说 每周周二能在我们贴班看到的先行周榜的数据 但是这只包括了一部分动画 剩下的部分 例如对于BD 往往需要等到完整周榜 才能了解当中能出数据的所有动画 有观众可能不懂 出数据是个啥意思呀 理论上来说 所有叠片在每一周应该都会有一个具体卖出的数量 但是有些杂语动画呀 卖的实在太少了 就可能没有数据 因为呢 欧榜公开的周榜销量有最低值 也就是下限 综合周榜的BD销量以低100名作为下限 比如某一周周榜的BD低100名销量为200 那么低于200的所有BD都将成为没有出数据的状态 这也说明了 不出数据并不是完全没有卖出一张的意思 而且由于欧榜统计范围不只有动画 还有CD 书籍 三次元电影 活动影像等等 因此 若是有很多的三次元物在同一周发售 就会占据综合周榜前100名的名额 那么周榜下限就会变高 有些杂语动画可能就更没法出数据了 这种情况在书籍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 像漫画和轻小说 下限都很高 很多时候只有那几步能够出数据 那种只卖出几千本的杂鱼 都会变成没有出数据的状态 这时候就无法从欧榜推测起商业状况 只能从官方公布的发行量来了解啦 再谈回动画的情况 还有一点 就是欧榜公开的销量范围 是小于其实际统计到的销量范围的 每周虽然公布到100名 但实际每周是统计到了300名 101名到300名不公布 但是也会进入每个碟的累计销量 这些数据在周榜不会反映出来 也就是成为了我们所说的水下数据 但是一旦到了年宝 经过二次公开 很多碟片的水下数据就能够被炸出来 数字就变得很好看了 不过每周300名以外的这部分销量 就既不会统计也不会留存了 另外年宝也是有一定的下限的 所以这也是只有卖的多的才能享受到的福利呢 毕竟杂与动画是没有人权的哦 除了年宝 水下数据还有可能在一些日后的周榜被炸出 也就是那种在日后的某一中 突然重新上了周榜的情况 又一次为总销量做贡献 这个现象在新小说界比较常见 如果动画对原作的拉动相应好 那么播放的那一周 原作前几卷也可能就大卖一波 然后之前的水下数据就会被一同炸出 销量数额就蹭蹭蹭的往上涨了 讲完了我们一直采用的正贵的欧榜数据 再讲一讲一些其他的有参考价值 但是不会公开使用的数据 现在很多跑得快的记者 在周一就逃出了一堆销量数据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对销量有所关注的朋友 应该知道存在一个叫法人榜的东西 这是日本土豪销量厨花钱订购的 可以看到出不来数据的很多杂鱼动画的销量数值 很多记者朋友跑得很快 周一就把RCH发的数据搬了出来 但是这些数据是由日本人在RCH私人贴出的 其存在一定的选择性 有些动画可能就没有被贴出 也与很多以前的动画的计算法则相悖 无法统一 而且由于这些数据没有公开来源可供查证 无法解映其真实性 因而我们不采用法人榜进行计算 也不推荐大家到处宣传这种数据 仅仅用作参考 看看一些杂鱼究竟是多么的杂鱼 采用到只有欧榜周榜完整版公开的部分 即能在杂志上查阅到的部分 另外啊 近期也存在一个叫做系列榜的东西 这个榜统计一个动画的所有相关叠片的总销量 用这个总销量减去和动画无关的叠片销量 就能从中可以反算出某些动画叠片的销量 但是这个榜的统计规则与单独每个叠片的销量统计规则有所不同 其不具有周榜下限 也就是一周即使卖出一张都会进入总量 这与历史数据的规则不一致 为了历史数据的连贯一致性 也就是为了现在的销量 与过去的销量数据是在同一个规则下统计的 通常不使用这类反算数据 那么第三期我们主要介绍了数据的来源 也就是周榜的含义 顺带也普及了一下法人榜 系列榜 年榜 水下数据 等等难度较高一点的概念 对于刚接触销量的观众们来说 这期就比上期难上了不少了吧 如果想深入研究的话 这期的内容依然属于基本知识哦 回去一定要好好复习哦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